大家好,我们接着来看正交变换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说了正交变换的一些性质 我们现在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就是在V2里边我们最开始说 在V2里边绕着圆点的一个旋转变换是正交变换 那我们看这个正交变换 我们来看它的矩阵是什么 这个正交变换它是 我们在这里边就取一个标准正交机 其实就是取两个互相垂直的单位相量 然后给它旋转一个角以后 这个就是那个sigma rf1 比如说这是那个角θ 然后在这个地方 rf2也是旋转一个角θ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sigma rf2 然后呢我们吹导过这个sigma rf1 sigma rf1呢就相当于是这样 这做一个垂线 这做一个垂线 那么sigma rf1呢就等于cosin θ 乘上rf1 然后呢加上这个向量呢就是sin θ 乘上一个rf2 然后呢sigma rf2 我们也是呢做这样一个两条垂线 那么这个呢就是负的sin θ 乘上rf1 因为它和rf1方向相反 这个和rf2的方向相同 这是cosin θ 乘上一个rf2 于是呢我们知道 这回啊 sigma在对度机下的矩阵 就是cosin θ sin θ 这是负的sin θ 乘上cosin θ 大家呢很容易验证 这个里边u'u等于i 也就是说呢 u是个单位矩阵 那我们呢算u'u也可以 那我们按这个来算也行 就是它这一列呀 自己的一列的平方和呢是1 看cosin θ 加算一方是1 这个是sin θ 加cosin θ 也还是1 然后呢不同列 对应相乘再相加呢是0 看这个是负的sin cosin 这是正的sin cosin 加起来是0 这是我们的上一节课呢 讲正交变换的第一个例子 那么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在v3里边的 我们给它做的变换呢 是什么呢 是这样一个变换 就是说我把这c啊 做它的镜面反射 做它的镜面反射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找一下 就我们给的这个变换 我们也已经说过 它是正交变换了 它的矩阵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在这里边呢 我就找一个简单的 使得呢 这个表现形式啊 最好最容易的 比如说呢 我在这里边呢 这个平面上啊 取两个互相垂直的向量 一个呢叫做γ1 一个呢叫做γ2 这是在平面π上的 然后呢和这平面垂直的 这有一个向量 这个呢叫做γ3 这三个向量呢 互相垂直 互相垂直了以后呢 那我们来看啊 这个σγ1 σγ1 因为γ1就在态上 所以它的镜面反射 仍然是γ1 同理σγ2 仍然是γ2 那么σγ3 σγγ3呢 注意它镜面反射 就把它呢 给它反到底下来了 所以呢 就是负的γ3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看σγ 现在在这组极下的矩阵 就是100 因为这系数是1 这个系数是1 就是010 那么这个 这是负1 所以这是0 0 负1 很明显 这个矩阵呢 也是一个正焦矩阵 所以我们在V2 V3里边呢 常见的这两个例子 这个是个旋转变换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 静面反射 那下面呢 我们就具体来讨论一下 在V2和V3当中 它的正焦变换 都是什么样 或者说呢 它的正焦矩阵 都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先来看呢 这个二维的 比如说U等于 A B C D 好 我们来看呢 如果U是个正焦矩阵呢 这些东西呢 ABCD都应该取些什么值 那么 要是正焦矩阵 那就是U'U 得等于I 好 U'U等于I 那U'呢 就是A B C D 然后呢 U是A B C D 好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乘出来以后呢 这第一项 就是A 方 C 方 A方加C方 第一项 第二个就是AB加上CD 这个是AB加上CD 这个也是 然后这个呢 是B方加上D方 好 大家注意呢 因为这个这个矩阵呢 是单位矩阵 这单位矩阵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A方加上C方 得等于I B方加上D方 得等于I 那AB加上CD呢 得等于0 好 那我们看呢 由A方加C方 等于I 我们就可以设 A等于Cosin Alpha 因为这个A的绝对值是小一的嘛 小一的话呢 就可以是 说它是Cosin Alpha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C呢 就等于 我们把它拿过来 这个C方 就等于 一减去 Cosin 方 Alpha 就等于 Sin 方 Alpha 那我求这个C的时候呢 开平方 就是正负 Sin Alpha 可是呢 这个正负号 因为Sin X是个G函数 所以可以 我可以把这正负号啊 给它放进去 那么因为这个Cosin 是个O函数 所以我这呢 放上一个正负呢 也都没有关系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啊 把这个正负Alpha呢 取成一个Phi 也就是说呢 我可以设A等于Cosin Phi C等于Sin Phi 写成这样 好 那么同理 我B方加D方等于E 我可以把B写成CosinPsi D等于SinPsi 好 再来后呢 我们来看 因为AB加CD等于0 我把它带进来以后呢 就是这个东西 AB就是Cosin Phi CosinPsi 加上CD 就是Sin Phi SinPsi 就等于0 这个呢 就是Cosin Phi 减去Psi 等于0 Cosin Phi 减Psi 等于0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Phi 减去Psi 大家注意啊 Cosin一个早 等于0的时候呢 那这个角呢 一定是Kπ 加上二分之π 好 一定是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 K是基数 好 K是基数的时候呢 那这个U是谁呢 这U是 A就是 Cosin Phi 那么K是基数的时候 我们就只用 K等于1来算 比如说啊 那么现在这个B呢 是CosinPsi CosinPsi呢 那它就等于 CosinPsi 就等于Phi Phi K是基数啊 K是基数啊 是K 加上 二分之一π 就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来看 这是 二分之 咱们把这个 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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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去一个kπ 再加上一个二分之π 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于是呢 这个cosine 我们来看呢 这个二分之π加上π 我现在把它呢 看成一个角 比如是θ 那么这是一个θ角 然后呢 我再给它减一个kπ 那么k是基数 所以呢 它就到这来了 到这来以后呢 那么cosineπ的值 cosineπ的值呢 和这cosineπ的值 它是差了一符号 因为这是向线不一样 那么这东西就是负的 cos 这是二分之π 加上φ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就等于是 这是二分之π的一倍 变成了sin φ 然后呢cosine 二分之π呢 加φ 是在 比如这个φ 是现在我们来看的φ 这φ如果是第一向线的 再加上二分之π呢 跑到第二向下 那么第二向的cosine 是负的 于是呢 我们的cosineπ的呢 就等于sinπ 那么这就是cosineπ sinπ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c c的话呢 是sinπ 然后呢 我们再来算这个d d是sin不算 sin不算呢 大家回去自己算一算了 按照刚才这个办法 能够算得出来 它是负的cosineπ 那么当k呢 是偶数的时候 k是偶数的时候呢 这个是u 这还是cosineπ 这个呢 是sinπ 那么k是偶数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地方呢 直接呢 就就没有了 这就是正的 然后这变成负的 这就是负的 sinπ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变成正的了 cosineπ 那么也就是说呢 对这个二阶的正交矩阵 那么就只有这样两种形式 这样两种形式 那么这第一种形式呢 这第一种形式呢 第二种形式啊 我们来看啊 说第二种形式呢 就是和我们刚才 例二里边的这个结论呢 是一样的 和第二的结论是一样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表明啊 就是当k是偶数的时候呢 对应的那个变换 就是个旋转变换 旋转了一个φ角的变换 好 这个对应的变换 就是旋转一个φ角 好 那么这个呢 对应的变换呢 这个就像中学的这个解析几何里面的一样 我们去处理 这个呢 相当于是 对这个y等于 tanj的二分之φ 乘上x 沿着这条直线呢 一个对称变换 那么这是这是这样两种变换 那么体现在我们这个V2里边呢 我们大家可以也明显的能够感觉到 我们证明过一个旋转变换呢 是正交变换 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对称变换呢 大家看和我们的V3里边的一个镜面反射呢 是类似的 所以这个呢 明显的也是一个正交变换 那么它表现的这个表现形式啊 就是这样两种形式 那么在第二 这这种变换里头 如果呢 我取的比较特殊啊 大家注意呢 我们这个相当于是啊 比如说这是那个平面直角坐标系 那它是沿着 这是那个φ 它是沿着这个东西啊 一个对称变换 沿着它的对称变换呢 那我们看 如果我们这个机取的好 这个机取的好 我在这条直线上呢 取个一个ε1 哎 别用ε1了 我们呢 在这里边呢 给它取一个γ1 在和它垂直的这个方向上呢 我给它取上一个γ2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 这回这个线性变换呢 在这堵机下的矩阵 就变成了看γ1 这就是1 0 1 0啊 就是σγγ1 就等于γ1 σγγ2呢 就等于 因为是个对称变换 给它翻下来了 就是负的γ2 这样的话呢 这个对的就是10 那么这个呢 是0-1 这是0-1 也就是说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它就相似于对 也就是这样的矩阵呢 它相似于这样一个矩阵 那么这样的这个 这样的正交矩阵呢 我们说呢 它是不能够对讲话的 因为这里边呢 因为大家 从几何意义上也看得出来 那么因为它是个旋转变换呢 它一定没有这个 特征向量和特征值 所以这个变换呢 就是它 那么这种变换呢 取一个特殊的 我取了一个特殊的机了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这样一个 非常好看的矩阵 这是呢 在二维的啊 在这个 二维的这个矩 二阶矩阵 那么它是正交矩阵的话呢 本质上就只有这两种形式 那么这种形式呢 我还可以通过一个相似变换 把它呢 画成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矩阵 这是二阶的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对于三阶的 会有什么结果 那么 对于三阶的 好在三阶的情况啊 那么这个Sigma呢 相当于就是在三维向量空间里头的了 而是三维向量空间的话 那我们知道呢 它的 这个特征脱向式呢 就是三次的 那么是三次的话呢 它一定至少有一个十根 现在呢 我就取它的一个十根 比如说是个R 有一个十根 R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那么有了这个十根以后啊 那它呢 就对应着呢 就有一个 特征向量 那我取它的单位向量 叫做γ1 然后呢 我再把它随便的 扩充成标准正交机 就说这个呢 是这个三维向量空间的 标准正交机 好 那么这个是标准正交机的话 那我们来看呢 这个Sigma γ1啊 它就等于R 乘上 γ1 那么 这个γ2 Sigma γ2和Sigma γ3 它就有一些数 我们不管它了 但我们知道呢 因为Sigma是正交变换 在这个标准正交机下的矩阵一定是正交矩阵 啊 那么这个矩阵呢 那这个第一列啊 是R200 我们是知道的 那后边呢 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把它写成ST 这是AB 这是C 这是D 那这是U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U' U啊 它得等于单位矩阵的 哎 我们来算一下它的U可U都等于什么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R S T 这小写的啊 然后呢 这是0 AB 这是0CD 然后呢 U是R 0 0 这是 S A C T B D 哎 我们把它乘完了以后呢 这就是 这个一乘啊 是R方 然后呢 这个呢 乘过来以后呢 就是RS 然后呢 这个乘过来以后呢 是RT 然后呢 这个乘过来以后呢 是SR 啊 那么这个数啊 比较麻烦了 我不管了 这个我也不管了 这个我也不管了 第三行和第一列 乘起来以后呢 应该是TR 这两个数呢 我也不管了 啊 那么大家注意呢 因为啊 这个这是个乘完了以后呢 它这是个单位矩阵 是个单位矩阵呢 那就要求啊 R方得等于1 这个是1 而且呢 RS呢 得等于0 RT呢 也得等于0 啊 于是呢 由此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R呢 就等于正负1 嗯 开方R等于正负1 啊 那么因为R不等于0 所以S就得等于0 同样的道理 T也得等于0 嗯 好 那么于是呢 我们来看 是我们这个U 现在变成什么了呢 就变成这个了 这R这个地方呢 是正负1 然后呢 这个S是0 T是0 这两个地方呢 原来就是0 啊 这是一个A 这是一个B 这是一个C 这是一个D 啊 也就是在三维的时候啊 在三维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个正负1 然后呢 后边呢 它是一个二阶的 啊 是个二阶矩阵 那么这个二阶矩阵 它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现在呢 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啊 我把它给 按分块来写 这个呢 这是正负1 0 0 这个是个U1 哎 当我们把它写成这个样子以后 那么因为U表U等于I 你要看U表U是谁呢 现在U表是正负1 0 这个0是这个0啊 这个0放到这儿来 然后这是U1 就是U1比2 然后呢 U就是正负1 0 0 U1 把它成完了以后呢 这就是1 0 这个是1 这个是0 这个 是0 这个啊 这俩是0 这个是U1比2 U1 哎 那么因为这个U表U呢 它是等于I的 哎 所以呢 这个 因为这个就是I3了 因为是三阶的 那么这就少一阶 U1比2 乘U1呢 就等于I2 啊 等于I2呢 也就是说呢 U1比和U1啊 乘起来以后呢 是二阶的一个单位矩阵 所以呢 U1也是个正交阵 啊 U1是正交阵的时候呢 它现在呢 就变成了 是二阶的正交阵 是二阶正交阵的话呢 那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 这个二阶正交阵呢 它都有什么形状啊 那么二阶正交阵呢 它都是这样的啊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是1的时候 一零零零零零 然后二阶正交阵是 cosin phi 负的sin phi 这是sin phi 这是cosin phi 还有一种是 一零零零零零 这是cosin phi 这个是个sin phi 这个也是sin phi 这个是负的cosin phi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是 这是负一的时候 这是零零 这是零零 这是cosin phi 负的sin phi 然后呢 这个是sin phi cosin phi 好 然后呢 最后一个 这是负一 零零零零零 然后呢 这个是cosin phi sin phi 这个是sin phi 这个是负的cosin phi 好 是这个东西 好 这比如说呢 我是在这个标准正交基下的 就是 比如说是在 γ1 γ2 γ3 在这个下 好的 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们注意了啊 对于这个二阶矩阵 这个二阶正交矩阵呢 刚才我们讨论过 只要呢 我取的基比较好 因为它是相当于和对称变换 我取对称轴上一个 和它垂直上一个呢 那我们 比如说呢 取的是 这γ1不动 这个是γ2 π 这是γ3 π 这样的话呢 就这个矩阵呢 就可以把它化成 化成这样 这是一零零 零零 然后这是一零零负一 可以化成这个样子 好 那么再来看 再来看这个东西 它呢 因为这个东西啊 也和我们刚才那一样 下边也是个对称的 所以呢 我把 只要把这个基呢 取得好一些 这块就可以变成负一 就是变成一 负一 也说 这是这个东西 就可以变成了 这个 是负一 零 零 然后这是 零一零 零零 负一 就可以变成它 那么现在这个变换呢 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说过了 这个变换呢 是你怎么也化钱不了了 因为它呢 是不能够对角化的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 这个特征值 根本没有特征值 那么我们现在呢 给它 变成 变成了这个样子以后呢 那么 把这两个矩阵呢 我们把它擦掉了 好 擦掉以后呢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矩阵 我们再给它呢 把这些矩阵的元素啊 给它重新排一排 这个呢 我把它排到前头去 把负一排到前头去 就是负一 一 一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啊 只要把这个伽马一 伽马二 伽马三匹的顺序换一下 把伽马三匹拿到前头去就行了 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呢 这个矩阵呢 和它是相似的 啊 那么大家看这个矩阵呢 这个矩阵呢 我也把它换一下 啊 我把 这回我把它一拿到前头去 啊 和刚才一样 只要把 伽马二匹和伽马一 给换一下就行了 这是负一 这是负一 零 零 好 那么把它写成这个样子以后呢 那么我们再给它变一下 大家看呢 这个一零零 我还写在这 那么这个负一啊 其实就是cosπ 零呢 当然我可以把它写成sineπ 负的 零 这个零呢 写成正的sineπ 这个负一呢 就是cosπ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啊 就这个矩阵 它和这个类型是一样的 就是我在旋转的过程中啊 我给它旋转一个π 就这个东西 我当我取φ是π的时候 就是它 所以这个类型呢 又归到这里头去了 那么这个类型呢 就消失了 消失了 我们也把它擦掉了 不要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剩下了三种类型 第一种呢 是这个 这个呢 就相当于 相当于我们的那个镜面反射 我们那时候在讲镜面反射的时候呢 我们曾经说过 我这个平面上我取两个正交的单位向量 再取垂直的一个正交的单位向量 那我把这个向量啊 叫做γ1的话 这是γ2和γ3 大家可以回去写一写 对应的这个句子呢 就是它 还有一种呢 是这个变换 这个变换呢 相当于是绕着这个γ1来旋转一个φ角的这么一个旋转变换 那还剩下这个东西是谁呢 那么这个东西啊 那么我们把它呢 变下形 给它写成这个 好 把它写成 这是一零零零零cosφ 负的sinφ 这是零 这是sinφ 这是一个cosφ 然后呢 这是-100010001 容易验证 这两个的成绩 这两个的成绩呢 就是这个矩阵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直接说这个矩阵呢 我们搞不大清楚它是什么样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它呢 给它分两步 分成什么样两步呢 第一步是一个静面反射 第二步是一个旋转变换 这两个的合成 于是呢 我们现在啊 就证明了 我们就是 通过分类的办法 通过讨论的办法 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二阶的 二阶的这个 正交局队呢 实际上只有两个 一个呢 就是 100-1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就这个东西 那么三阶的话呢 就有三个 这三个呢 都什么样呢 一个是这个 这个呢 代表的就是 绕着某根轴的 一个旋转变换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东西 它呢 代表的就是一个 镜面反射 还有一种呢 就是它 那么它呢 代表的是 一个 镜面反射 和一个旋转变换的 合成 这么两个东西 所以本质上呢 这个三阶的 这个也是呢 只有 两种 除了这两种 然后剩下的 就是它们的合成了 这是关于 正交变换 那么二维和三维的 正交局阵呢 我们做了一个讨论 那么正交变换的话呢 我们这个 得到了它 一些呢 挺好的结果 它和正交局阵呢 有紧密的这个联系 那么上节呢 跟上一节呢 给大家最后呢 留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正交局阵呢 还和什么东西 有关系来着 那么我们在正交变换的时候呢 关系呢 就是说 一个正交变换 把 一个正交变换呢 在任意一组 标准正交机下的局阵呢 是正交局阵 反之 一个正交变换 如果 它在某一组机下的 矩阵是正交矩阵 那这个变换呢 一定是正交变换 就是一个线性变换 在一个标准正交机下的矩阵呢 如果是正交矩阵呢 这个变换就是正交变换 这是我们在正交变换里边的结论 那我们前面的结论呢 就是说 这个 两个 两个标准正交机之间的 那个过渡矩阵 一定是正交矩阵 反之也对 大家回去呢 再仔细的往回翻一翻 找一找 也就是说呢 这也相当于是个重要的东西 这是正交变换呢 这个和正交矩阵 它这个密切的关系 然后呢 我们又讨论了 这个二阶和三阶的正交矩阵呢 它的具体的形状 那么在一个NV欧式空间里边呢 还有没有别的变换 比较好的 有具有呢 这个很大的应用的这种变换 还是有 那么这种变换呢 我们下一节课呢 再来接着给大家讨论 再来接着给大家的